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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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 進來更衣間了 哇可以試穿了好感動喔 但是門市的貨量其實也很少 我先試穿然後回去再試看給你們看 買到了回家開箱 開箱時間 一整袋買回來了 全部買齊 OMG真的是不虧我凌晨5點就起床 然後呢準備要衝去店家現場的 好那當然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打開來看啦 你有沒有發現它其實都包裝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店員也很貼心 他有說如果我想要送人的話呢 他有多幫我準備袋子 啊這個非常值得一提 對這個是這一次呢有買就是RED系列 聯名商品的話他就會送的這個 就是RED電影的特點 就是特別的明信片 但是後面就是空白的 然後前面就是小小的烏塔 超可愛 那當然因為有很多孩子的秘密 其實都很想要這張明信片 喔很開心可以拿到 耶 然後再來這個是滿額啦 滿額就有送一個袋子 其他就是我買的那衣服了 然後還有這一大袋 美音外套就在這一袋裡面 先從這一袋好了 然後再一台聖誕禮物喔 它真的包裝會非常精緻耶 包裝袋裡面還有包裝袋 因為畢竟就是內睡衣 它是屬於質料比較輕的東西 很容易損壞 所以就是要小心翼翼的把它包起來 OMG 看到就好興奮喔 拿在手上 先看這一套美音的內衣 這超可愛的 它設計的非常的漂亮 這個後面呢是小翅膀 很可愛 然後呢內衣兩邊 繩子呢它是不同的顏色 粉紅色跟這個算是酒紅色吧 非常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一般女生的內衣不是前扣 就是後扣 它呢是側扣 其實我在試穿的時候有發現 這樣子的話呢有點不太好穿 我研究了很久不知道怎麼穿 等一下就可以試穿給大家看了 好可愛喔 然後它配的褲褲呢 是有紅邊的褲褲 哇超漂亮的吧 對就是蕾絲的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蝴蝶結 然後背面是到這樣 那再來 這個呢就是羅賓的內衣 那羅賓內衣我覺得它其實有點像是運動內衣 它分的size就不是分罩杯 而是分ML這樣子 它這邊其實就是有點像是運動內衣的方式 交叉的 然後它是前扣 然後呢這邊就有這個亮亮的水鑽 那它的褲褲是屬於這一種的 它其實中間造型的話中間是有粉紅色的馬甲 就跟安娜口穿的一樣 比較漂亮 就有點運動內衣的感覺 不錯 然後再來呢 美音的睡衣 這個真的超美的 哇這個是我覺得就是 男友鋪導款你知道嗎 就是穿起來非常的有氣質 就有點法式的那種小蕾絲的感覺 然後呢下面是套的 OMG下面是套的有看到嗎 那當然呢裡面其實因為很薄 所以裡面就有做這個胸墊 胸墊在裡面 也是有小小的翅膀 好可愛 那它一樣是有配小褲褲 高開叉的感覺的 綁帶式的內褲 再來呢也是這一次非常可愛的 喬巴的束口袋 它的容量不是很大 就是可以放小東西 女生的話其實就是可以放 例如說生理期的時候放衛生面等等 那它正面長這樣子 然後呢背面就是 烏帕 他們不是通通都是他歌迷嗎 然後就會在那邊甩螢光棒啊 什麼的 所以就有烏帕 是非常的可愛 好那再來這邊這個呢 喔 將將這一件也是非常的漂亮 你看 這個呢就是納美的睡衣 然後因為它也是一樣非常的輕薄 所以裡面還是有做胸墊的 然後呢是繞伯綁帶式 也是薄紗 然後有點公主女神款 有沒有後面比較長可以脫尾巴的這種 然後它的酷酷的話呢 哇 性感的小丁丁 性感的丁字褲 很酷吧 超美的耶 我還有再買 其他的 哇 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呢就是男生的款式 就是捷克 其他的質料呢就是非常的舒服 我覺得蠻適合冬天穿的 跟夏天的冷氣袍 是長袖 但是感覺 頗為透氣 因為它的孔隙很大 然後呢 這邊就是有這個 扣子 男生的size 然後呢 褲子也是 女生也是可以穿 就是在家很舒服的那種 夸褲 就比較 就是牛肉捷克 就是 那種感覺 呵呵呵 哪種感覺 漂沛啦 呵呵 再來重頭戲就是這個 OMG 各位同學 真的 有能買到我真的是 太lucky了 超感動的 你知道這一件 真的很漂亮耶 而且因為其實我有很多時間在家 然後 其實還蠻常可以穿居家服的 就可以一直穿著 超可愛好不好 哇小耳朵 然後呢 可愛的臉臉 它背面就有 乌塔 那它是只有one size 但是就是做oversize 就是很大件這樣子 不管怎樣你都可以穿得下 拉鍊這邊喔 它就是紫色的拉鍊 輕輕的拉環 很可愛吧 好感動喔 呵呵呵 喜歡 這穿了一定很舒服 喜歡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穿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穿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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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たい 對 da 對 даже 對 對 對 全部穿完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每一件我都很喜欢 美英外套没想到居然可以在台湾开卖 不过呢就是有引起一些争议 那希望也能够有个美好的结局 因为毕竟大家是很喜欢海贼王 然后所以才会特地来买这个外套 男生女生都喜欢 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穿在身上真的是 就是有一点开心 然后可是也很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得到她 平安喜乐 我真的就是太开心了 可是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买到了嘛 我是站在风雨中站了两个小时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康妮今天的影片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